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东北政协首席投资顾问郭峰 请来点明一下今天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于市场产生影响 郭峰先生早上好 你好 宇飞 下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国务院关于出台一系列措施 推进新供给改革方面的一些内容 新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大幕拉开 那么国务院日前已经印发了 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 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 那么继续推进新供给改革 那么指导意见当中系统的阐述了 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新动力的总体思路 从构建消费升级有效投资创新驱动 经济转型有机结合的发展路径 提出了这样一个新供给新动力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整个指导意见当中 也是提出了四方面的一个具体措施 一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制度创新 二是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 三是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 四是优化政策支撑体系 形成有利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政策环境 那么伴随着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之后 我们认为未来的新供给改革 有可能赋予整个改革的一些新的内容 特别是在消费升级以及一些新动力方面 以新消费为概念的这样一个行业领域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动向 所以未来的消费升级将成为改革当中的一个主要的看点 感谢观看